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7.915公斤 查扣涉案车辆24辆 以及自制猎枪一支 2018年9月 青州市公安局 青北分局水东派出所 接到有人贩毒的线索 侦查中警方发现 辖区的吕某林某有犯罪嫌疑 并发现两人的上限是毒贩郭某 犯罪嫌疑人非常狡猾 采取微薪付款 交易毒品的时候 采取人货分离 把毒品放在一些垃圾桶 或者是放在一些楼梯口 拍好照片以后 再发给吸毒人员 去那个地方取货 交易毒品时 人货分离 给警方的侦破工作带来难度 随后 青州市和青北区 两级公安情报部门 对案件联合研判 发现毒贩郭某上面的贩毒网络 还有多个场景 半年多的这个时间 长期的跟踪研判 而且一直派有专门的 这个侦办小组 深入到这个云南的边界 特别是跟这个缅甸接壤的 这个地带去开展 长期的这个灯点的侦查 此案从这个境外的毒销 到我们青州市的这个分销箱 总共七个层级 放毒的网络非常的庞大 至此 一个以苏某为首 其表哥侄子等多名亲戚参与的 家族市跨国贩毒团伙 逐渐浮出水面 警方侦查获知 苏某是青州市犀牛矫正人 生性好赌 先后欠人赌债300多万元 由于无法还债 他想通过贩卖毒品 一夜报复 偿还赌债 于是他就串通侄子 苏某和表哥 徐某祥 以及表侄 徐某鹏 徐某棠 等人 截火贩毒 2018年7月 苏某从中缅边境的 云南瑞丽偷渡出境 与缅甸毒贩联系购买毒品 而购买毒品没钱怎么办 苏某经与缅甸毒贩协商 拿人质做抵押 卖了毒品 还上毒资 再将人质赎回 作为人质抵押在缅甸的 是苏某表侄徐某鹏 12月上旬 苏某将毒品运回青州 然后苏某指挥团伙成员 徐某棠 苏某何等人 以人货分离的交易手段 向下线贩卖 毒品的入境是 大概2万5家 1公斤 回到青州以后 那个卖酒期的话 它是洗衣时 5万块钱 所以那个力量非常的大 我到上面最低场 它达到那个10万 1公斤 警方侦查发现 苏某团伙交易毒品的 网络庞大 涉及多个省区市 贩卖和吸食毒品的 违法犯罪嫌疑人 有200多人 经过数月的侦查工作 在掌握了贩毒团伙的 组织架构 和主要涉案人员的 活动规律后 警方决定收网 行动当天 青州市公安局 组织了400多名警力 分成44个抓捕组 开展收网行动 警方通过摸牌发现 团伙头目苏某 并没有在西牛角镇的老家居住 而是在某单位宿舍 租房居住 凌晨5点多 警方在他的住所 将其抓获 从境外买来的毒品 大部分存放在 西牛角镇 徐某祥家中 民警将徐某祥抓获后 在对他家卧室的搜查中 民警发现了 藏匿在衣柜旁 塑料箱里的毒品 这些毒品外包装用胶带产果 里面则是用茶叶包装袋伪装 在当天的行动中 警方供抓获涉案违法犯罪嫌疑人 131名 其中涉嫌贩毒人员37名 吸毒人员94名 现场缴获冰毒K粉 共计17.915公斤 而此时 嫌疑人徐某鹏 还作为人质 抵押在缅甸毒销手中 对方如收不到全部毒资 人质就可能有生命危险 最终 在中缅禁毒联络官办公室协调下 缅甸执法部门将徐某鹏抓获 并顺利移交给我警方 目前 该案有36名犯罪嫌疑人 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两人取保直诉 行政拘留和强制隔离 戒毒违法人员128人 近日在山东危海 一辆越野车 因为号牌没有使用 规定的固峰螺丝 引起了巡逻民警的怀疑 经过检察 民警发现这辆车是套牌车 行驶证也是伪造的 你这个车怎么速风螺丝全都是换过的 你看都是换成这种和拆卸的螺丝 国家核发的这个车辆号牌的固峰和螺丝 都是有特殊规定的 通过自己的螺丝刀或者其他普通工具是拆卸不下来的 而这辆车的螺丝显然属于普通螺丝 在检查证件的过程中 民警发现这辆车的行驶证也是伪造的 车辆识别代码系车主后期篡改过的 到相关这个专业部门进行行车电脑记录的调取 发现它的识别代号与这个车辆的行驶证 以及它车身上所覆盖的可视的识别代号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认定这辆车系套用其他车辆号牌 随后警方依法将车辆暂扣 并对驾驶人作出处罚 使用伪造的行驶证是处以罚款2000元 扣12分并处15日拘留的 使用其他车辆号牌是计12分罚款2000元 此外警方提醒 不使用车管所配发的固峰螺丝固定车牌的 都属于未按规定悬挂号牌 应一次计12分 一旦车牌固峰螺丝损坏 应及时到车管所申领 不能随意更换其他螺丝 昨天凌晨6点左右 广西桂林西龙村的一村民自建房 发生火灾 有多名人员被困 消防等部门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 开展灭火和强险搜救工作 据了解 起火建筑位于广西师范大学 黎江学院对面 是一栋六层砖混结构村民自建房 总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 每层约500平方米 一层为门面 二层为空置房 三层至六层为出租房 瓶林建筑东南西面均为居民楼 北面为空地 起火部位位于一层楼梯间 过火面积28平方米 燃烧物质为电动车 因起火点刚好在楼梯间 导致楼上数十名居住人员被困 消防人员赶到时 大火正处于猛烈燃烧状态 楼梯间窜起浓烟 将二楼和三楼的楼梯间和走道覆盖 消防人员发现二楼三楼和楼顶 均有大量人员呼喊求救 消防救援人员一边利用水枪 铺就一楼着火点 一边爬到二楼和三楼堵截火室 防止向上蔓延 同时架设六米拉梯 及十五米金属拉梯 分两个组展开施救 二楼和三楼被困人员 七点十分明火被扑灭 随后消防救援人员 继续对现场进行排烟和搜救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紧张搜救 消防人员共从楼内 营救出被困人员73人 不幸的是 其中五人经现场医护人员确认 已无生命迹象 截至记者发稿时 此次火灾还造成38人受伤 其中六人在重症监护室治疗 26人轻伤 6人轻微伤 火灾原因及财产损失 正在进一步调查统计当中 5月2号晚 云南楚雄 姚安县 发生了一起森林火情 昨天上午7点 记者从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了解到 森林火灾已经全部扑灭 转入清理看守阶段 5月2号晚 姚安县洞川镇龙岗村委会 梅子京小水井发生一起森林火情 西南面靠 关屯镇马油村委会方向火点 受大风和高温影响 火势较强 并向西北方向发展 由于火场地形复杂 气候多变 扑就难度较大 灾情发生后 当地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 各部门各乡镇人员2300多人赶赴火场 并从临线调集专业扑火队员150人增援 4号下午 普尔森林消防支队派出支队驻 楚雄大队45名指战员投入灭火一线 此次森林火灾发生后 应急管理部及时做出批示 部署火灾铺救工作 在森林消防局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具体组织协调下 并调集480名扑火队员投入火场 由于火场位于云贵高原 火场海拔2260米左右 植被多为云南松 珍阔混焦林 地形复杂 气候多变 扑就难度较大 经火场联合指挥部决定 采取预设隔离 打清结核的方法 利用大型机械设备开设防火隔离带 19时时分 西南火线变为西北火线 正向西北方向蔓延 风力减小 火势转为稳近地表火 火焰高度约5米 森林消防指战员采取一点突破 直线推进的战术 对西北火线的火头进行扑打 21时20分 火灾西北火线得到有效控制 5月5号上午7点 记者从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了解到 姚安县5月2号发生的森林火灾 已全部扑灭 转入清理看守阶段 据了解 此次森林火灾无人员伤亡 起火原因正在调查 现在很多家庭都会选择安装防盗门 来增加一道屏障保护家人和财产安全 但是国家市场监督部门 最近发布的防盗门质量抽查结果表明 不少防盗门根本谈不上安全 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具体调查 钢板厚度不达标 锁具缺乏保护 防破坏性能差 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最近一次的专项监督抽查活动中发现 目前防盗安全门就存在这样的质量问题 最终87家企业的87批次产品中 不合格减出率达到了21批次 不合格率高达24.1% 作为家居防护安全产品 防盗门的锁具保护必不可少 标准规定 一扇防盗门必须要在锁具装置前 加装防护钢板 记者看到 工程师检测的这扇防盗门 在相应位置门板被破坏后 里面的锁具装置直接就暴露出来 它里面居然连锁具的防护钢板都没有 那么从防盗门的要求来说的话 不管是哪个级别 锁具的防护钢板都必须要有的 它现在连这个都没有 那么我们到时候看看 它到底能够兼职多少时间被打开来 检测工程师随后对这扇防盗门 又进行了防破坏性能的检测 标准规定 一扇甲基门防破坏的时间 最短不少于30分钟 而这扇标称为甲基安全级别的防盗门 因为锁具没有防护钢板 工程师只用了不到8分钟就打开了 最终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批4中 防破坏性能这个最重要的项目就占了13批4 其中部分甲基防盗门的防破坏时间令人堪忧 有4个企业的产品防破坏时间低于10分钟 标称为浙江武艺创运公贸有限公司的一款产品 仅用了6分钟就被打开了 不合格项目最多的就是防破坏性能 防破坏性能可以说是防盗安全门最核心的一个项目 它直接反映了你这个门防不防盗安不安全 如果说防破坏性能不合格的门 我们就可以说它就不配称为一扇防盗安全门 防盗门最核心的防破坏性能如何 除了合索具防护钢板密不可分 与防盗门钢质板材厚度也密切相关 按照标准的规定 一扇甲金门的门框钢质板材厚度算上偏差 也应不低于1.85毫米 内外门板也要大于0.91毫米 而工程师检测的这扇甲金防盗门 门框的钢质板材厚度根本达不到标准要求 记者调查中发现 大部分防盗门门板上都有非常漂亮的压花造型 而检测工程师透露 这种外观的门板 如果内部没有支撑结构的话 会直接影响门板的抗冲击强度 工程师检测的这扇甲金门 重物撞击十几下后 门体上就出现了明显的凹陷 表明软冲击性能明显不过关 下凹程度是6.2毫米 然后标准要求是3.0毫米以内 作为甲金门的话 然后它这个已经严重超出了标准所限定的范围 有几种可能性 一种是内部横竖的那个凉没有做到位 对面板的保护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 还有就是有可能是钢板厚度不达标 这样的门对于抗破坏性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检测工程师随后打开了门板 发现不合格部位的内部竟然仅仅是用蜂窝纸来进行支撑的 你看它这个全是这样的蜂窝纸 它没有增加加强筋的话 软冲击性能这一块它是没有办法达到强硬的标准要求的 调查中既然发现 检测发现的不合格产品 大多是标称为甲级的防盗门 根据防盗安全门通用技术条件这个国家标准 防盗门按照安全级别从高到低分为甲乙丙丁四种 但是按照最终的合格率排序 本来安全级别应该最高的甲级门 检测出来的不合格率却最高超过了37% 比全国平均不合格率还高了13个百分点 以及和丙级门反倒没有出现不合格的批字 丁级门的不合格率也没有甲级门高 甲级防盗门应该是防盗要求最严格安全级别最高的产品 但是却出现了最低的合格率 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现象呢 记者到防盗门的销售场所进行了调查 记者随即走访了北京的部分建材市场 调查了十余家防盗门销售门店后发现 这里销售的防盗门大多是甲级防盗门 乙级 丙级和丁级的防盗门产品寥寥无几 一个别很少有率 少 很少了 十扇门里边有 六扇门是假 十扇门基本上有九扇门是假的 是假执门 对 是假执门 一扇是丁级门 现在市场就这样 对对对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其实假执门一般是供给银行财务式的高等级防盗产品 作为家庭使用以及丙级防盗门完全可以达到安全需求 但是现在的消费者却大多选择假执防盗门 导致销售场所逐渐调整了供应品类 有的销售门店甚至只卖假执防盗门 记者在这些销售门店看到 假执防盗门的价格从两三千元到五六千元不等 价格并不便宜 但是这位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其实也有便宜的假执门售价才一千多块钱 而且在一部分消费者当中很受欢迎 销售人员透露便宜的假执门都是一些小厂家的产品 目前更多的是定制生产 消费者选好门的尺寸 样式 颜色就可以 而防盗级别则完全是厂家根据市场需求添加 其实根本不是真正的假执防盗门 那是假执机 我们行里面的规矩就要假执机 你花一千五一千六就能买上 但那不是真的我也能给您做 九公分打个假执标 但是没有合格证 因为那个国家你拉的门 就知道把这都骗人的 实话实说就是骗人的 记者调查发现 目前的市场上假执防盗门 已经成为工需两端的主要种类 一些小厂的假执机防盗门 也趁机混击其中 有的小厂甚至还能提供检测报告 检测机构的工程师告诉记者 其实这反映出的正是目前防盗门行业的一个暗藏的现象 安全等级虚标严重 以及丙级标称假级 有的产品甚至连安全级别都没有 也敢标称为假级防盗门 大家都想买假级门 变成了同样的门 你标已级卖不出去 非要标假级才会有人买 我们在一些就是比较偏远的城乡结合部 购买过一些大概只有五六百块钱的那种 也标称为假级门的 结果它的门扇面板测出来只有0.4几毫米 那这个可想而知这种门基本上就是 可以说是跟指呼的差不多了 除了等级虚标严重以外 一些标称为假级防盗门的产品 还存在着偷工减料的现象 记者调查发现存在等级虚标的 大都是小企业的产品 这些企业除了虚标产品等级迎合市场 在生产环节还存在为降低成本 偷工减料的现象 别说是达不到假级防盗门的要求 有的产品连丙级丁级都达不到 它里面是纸板蜂窝纸成本上的问题 你用纸的话成本明显比 用金属结构的会低很多 很多厂家包括在面板上的 选用0.3 0.4钢板的话 选低档次的钢板就是因为要节约成本 以更低的价格来竞争 监督抽查体现出来的数据 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个事实 不合格的产品全部来自小微型生产厂家 其中小型企业不合格率为24.6% 微型企业产品不合格率竟然高达42.9% 记者调查了解到 排除掉虚标的因素 目前市场上的防盗门最低等级的丁级门 都要在1000块钱以上 以及和丙级的在2000块钱左右 而甲级门都不低于3000块钱 一般都在四五千块钱左右 消费者可以参照这个价格 了解所需产品的防盗安全级别 防盗门是居家安全的一道保护屏障 但是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防盗门市场虚标安全等级 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等乱象非常的普遍 如果连防盗门自身的质量都出了问题 那何以来保障门内的安全呢 何以让消费者放心的购买使用呢 希望防盗门的行业乱象 能够引起监管部门的足够的重视 只有使出铁腕手段 让行业更规范 让防盗门成为放心门 才是对消费者最好的解释和交代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中华民族传统手工刺绣 姚秀和广秀 那姚秀是姚族世代传承的刺绣艺术 可现在会的年轻人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而作为姚秀国家级传承人 六十多岁的邓居花 仍然努力创新姚秀的技法 还在职业学校任教教授年轻人姚秀的真法 她说姚秀是几代人传下来的秀 我要接好秀好 而且要传好 等你这个小孩大了你就会秀 这个是谁秀的啊 她奶奶 奶奶 奶奶秀的 这个也是奶奶 刚出生的孩子会得到长辈亲手秀的同貌 而年迈的秀娘们习惯聚在老房子前 涌过山摇 一代代传下来的手艺 一针一线 一绣就是一整天 时间平静而缓慢的过去 这个位于越北大山里的摇寨村落 像中国大多数村庄一样 如今留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 年轻人都往外走了 往外去打工啊 留在家里的正在秀的大块是有五六个秀娘 不多了 六十七岁的邓菊花偶尔会回来看看生养她的村子 成了瑶族刺秀非遗传承人后 她大多数时间住在县城 邓菊花有一辈子都舍不下的瑶秀情缘 她是瑶秀邓家第四十代传人 五六岁就开始跟着妈妈学习瑶秀 古老的瑶族由于没有文字很难沟通济世 于是便诞生了瑶秀 小小一帆布 秀有男人女人花草鸟兽乃至日月星辰 古时瑶族人民用这些图案记事 瑶秀独创反面刺秀记忆 秀娘们无需秀架不打笛稿 图案真法都了然于心 这边是秀面 我们是反过来秀 你看有多少个交叉啊什么的 都在脑子里面装住 如果你不是有一定的功底 有一定的记性根本就是记得你要哭 邓菊花以前是镇上的小学老师 看到瑶族世代传承的女儿活 如今会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她因此而忧心忡忡 退休后邓菊花对各种物像行文追根溯源 著书瑶秀已传承 2007年开始她走街串巷寻找秀娘 带着24位秀娘日夜赶工 用一年时间秀完瑶岭长歌 以百米长卷记录汝园过山瑶历史文化 2008年瑶族刺秀被列入广东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1年又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遥秀国家级传承人 邓菊花每年可领到2万元的传承基金 她不仅努力创新遥秀技法 还在汝园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任教 教授年轻人遥秀真法 是我的几代人传下来的秀 我就应该要接好 秀好 而且要传好 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 许多像姚秀这样的传统手工艺 真的都被临时传了 在大山之外 与姚寨相距200多公里的广州 广秀同样也是面临着相同的命运 目前还在从事广秀的仅有十多人 中国四大名秀之一的广秀 曾风行海外 被西方学者称谓为 中国给西方的礼物 清代有从业者三千人 而如今繁华不在 拥有千年历史的广秀 面临断层后继伐人 还在从事广秀的 目前仅有十余人 梁秀林是其中一个 那我们家族呢 就是从清代的1838年 祖祖辈辈都是从事广秀这个行业的 那到了现在已经传承了第六代了 我们从不了解不喜欢到后来 变成了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广州大学城内的北亭村 是广秀发源地之一 当时的北亭家家有秀架 户户有秀娘 参与刺秀高达200多户 1979年广秀出口被取消 加之现代工业的冲击 秀品没了销路 这门手艺慢慢不受重视 但凡能转行的都纷纷往外跳 位于北亭的姑婆屋 从前是派发广秀订单的地方 如今早已荒废坍塌成了微房 而往来于小巷的 皆是外来的租户 那我们开了一间 我们叫做刺秀舍 那有很多老姑婆 那些在这里来秀的 其他呢 我们的村民就是来这里拿了 拿了就回家秀 这里太小就不可以用了很多人 我们以前家家户户都是 这些女孩子都是靠秀花来维持 没有订单的时候 梁秀玲就潜心钻研广秀记忆 对传统花鸟题材不断进行拓展 她创新运用30多种针法 近千种颜色的丝线 尝试用层层叠秀的方式 秀出图案文理光泽 我觉得我不能局限在以前那个年代那种审美 我就不断去参观很多现代跨家一些手稿 我的广秀实实可以也融入很多新的元素 2006年 国家启动非移保护计划 广秀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之后广秀市场才渐有起色 梁秀玲租下攀于四层小楼 陈列广秀作品 梁秀玲艺术馆也每天开门迎客 许多公众来到这里欣赏广秀之美 在丝线之间体验传统广府艺术魅力 因为我们本身是广州人 所以对广州自己的这个传统的手工艺 是觉得很有感情的 也是觉得很需要让小朋友都知道 这些老的一些传统 如今梁秀玲的女儿和儿子也加入广秀行业 成为广秀家族第六代传承人 并逐步担负起广秀的教学和推广工作 女儿梁晓曼大学学的是现代设计 她也试着将广秀和传统水墨画相结合 把古老广秀融入到现代家居中 传统手工艺人的坚守 因为在这个时代的稀缺格外显得珍贵 传统手工艺耗时费工赚钱又慢 年轻人不愿意来学即使学了也难以坚持 绝大多数传统手工艺后继乏人 近十年来这样的情况有所改善 国家公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设立传承人制度予以辅助 那些一生只做一件事的匠人 开始受到公众的关注和追捧 工匠精神也不断被重提 因为工匠精神链接的不仅是传统 也关乎未来 是推动社会不断向前的动力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带大家去河北看一下 随着气温的回暖 河北省平泉市的梨花 进入了盛花期 吸引了四方游客前来踏青上花 在平泉市连云海社区 上万亩梨花竞相绽放 远远望去 满山的梨树花团锦簇 洁白如雪 娇柔而美妙 千树万树的梨花 透过明亮的阳光熠熠生辉 三五结伴的游人 徜徉在花海中 迎着丝丝甜蜜的花香 不觉得心旷神怡 悠然自得 感觉每一朵梨花 都像一张张的笑脸 而且我们来了以后 心情立马就放松了 豁然开朗 果农杨志忠告诉我们 今春气温较低 加上山区的小气候 梨花花期 比往年推迟了一周左右 没有受到霜冻的影响 果律 预计今年将是个丰收年 新年的梨花 掌实情况 多果律也来不了 到秋季 果能产二十多万斤 收入七八十万 近日在陕西安康的白河县 一位村民在河边 发现了一只受伤的大鸟 经专家鉴定 这是一只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金鸟 目前的这只金鸟 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救治 当天晚上 家住白河县新平村的村民夏恩健 发现自家对面的河岸边 有一只大鸟握着不动 看上去好像受了伤 我都站在河这边一看 有多么大鸟 感觉稀奇一样 感觉稀奇一样 我站这边 我弄到那个石头尾 我还打到水里起来 黑了它 我看它没有肥好狗 我感觉我估计它受伤 仔细一看 夏恩健感觉 这只大鸟 跟村子里张贴的 国家保护动物宣传画中的鸟类很像 他便叫来邻居帮忙 先把这只受伤的大鸟带回家 放进自家之前养兔子用的笼子里 给它喂了食物和水 然后将这一情况告知了村干部 当地派出所和林业部门工作人员文讯后 赶到他家 我们通过这个鸟类的形态特征 以及它的羽毛 还有爪子和绘布的形态特征 初步当领它就是一只金鸟 随后保护人员将这只受伤的鸟儿 送往陕西省珍稀野生动物 抢救饲养研究中心救治 专家确认这是一只成年金鸟 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初步判断它的右脚后脂受伤断掉 所以无法保持身体平衡 无法飞行 目前金鸟的伤情已有所好转 正在适应新环境 好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读书时间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 刚才我也说过 是一本挺有趣的书 非常适合青少年阅读 日之东 月之西 北欧神话故事集 这是与安徒生童话 格林童话并列的欧洲经典童话集 这些故事被视为是挪威的文化资产 奠定了挪威人对自己的认知 关键就是这里头还要提出来的是 它里头有一本 这个坎尼尔森的绘本 这个 感觉有点书中书的感觉 对 特别好 因为坎尼尔森的 的确是非常著名的插画家 而且他有一个很互动的形式 你可以把这些插画剪下来贴在书里 非常漂亮 这个挺棒的 而且可以锻炼一下你的动手能力 如果说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摇一摇 摇动手机进入到抽奖页面 我们将免费送书 需要提醒各位 一定要留下自己的地址和联系电话 我们才能把书送给你 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新闻 这个硝酸甘油是治疗心脚痛 最常用的特效药 临床上已经应用有100多年了 但是最近全国多地的消费者反应 过去几元钱一瓶的硝酸甘油 涨到了50多元一瓶 这么大幅度的上涨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记者走访了北京市多家药店后发现 硝酸甘油在经历了数个月的 短缺供应之后 目前已经可以在线下的实体药店 采购到 但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 30块9毛 30块9毛15票 有没有那种就是几块钱100票 端货了 早端货了 好几个月都进不来了 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但原来是那种小瓶的 现在那个就进不到货 好久都端货 这个是长期有人来找吗 然后就是我们又给 就是又找到另外一个厂家 有 各个地方都东西有 专家表示 包括硝酸甘油在内的廉价药物 因为此前存在最高限价 药品价格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 导致药企很难盈利 一些成品药企业也逐渐退出市场 从2015年6月开始 药品价格放开 因此硝酸甘油现在执行的是市场调节价 短期内要解决这个问题 可能也是不现实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国家的政策层面 包括法律层面 已经在做一些事情 希望能够尽快的 比较平稳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市场的政策两方面去着力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 如何保住廉价救命药 我们来看一下 网友巧克力就说了 可以采取定点生产 委托生产的方式 由有关部门制定合理的采购价格 让制药企业能够保证 救命药正常供应 网友月从说 资金正提供支持 降低生产成本 加强原材料供应 鼓励企业投入生产 保障患者需要保证 救命药连而不缺 网友肖丽华说了 对药品市场建立监测机制 当某一款廉价救命药出现短缺 或者是大幅度上涨 即刻启动预案 安排药企适时增加产能 增加投放量 稳定价格 我们也希望像这样 又好用又廉价的药 都能够让每一个人都享受到 好 欢迎大家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观看直播 参与我们的互动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样了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再见 分享阳光 分担风雨 第一时间 第一印象 早上好 大家看天气 昨天微博话题热搜榜上 有一个话题 可以说是华北黄淮一代的小伙伴 估计是深有体会 那就是柳絮到底有多烦 此话题一出引起了大家的集体吐槽 有小伙伴说走在路上 老远一看 有一个人表演BBOX 结果走近一看 发现是飘进了杨柳絮 看这节奏恐怕是飘进了不少 还有小伙伴说 恨不得把整条马路上的杨柳树全部砍掉 确实最近两天 大街上成团成团的杨柳絮 不仅让大家集体变毛孩 而且引发了各种各样的过敏现象 更重要的是杨柳絮内含大量的油脂 遇到明火非常容易引发轰然 而且蔓延速度极快 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所以说最近两天大家外出最好是全副武装了 另外一定要注意室外用火的安全 家里的门窗最好也少开 南方也有南方的烦恼 就是下不完的雨 今天南方的雨还会继续下 尤其是广西的东部 广东西部和南部沿海 还会是暴雨如注 城市当中比如说广州 今后三天雨都下的不小 而且下雨同时可能会相伴雷电 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防雨 注意防雷 那么另外机场方面 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出现延误或者是取消的情况 大家出行之前 最好也是咨询一下相关的起降信息了 那么另外今天开始 咱们将会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立夏节气 这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 常年立夏期间 华南将会频繁的 跟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打交道 也是需要大家提高警惕的 北京情10到25摄氏度 哈尔滨情3到16度 长春情7到18度 沈阳多云转情7到21度 天津情16到25度 呼和浩特情6到20度 乌鲁木齐多云8到16度 银川小雨9到18度 西宁中雨转响雨4到12度 兰州中雨转响雨10到15度 西安小雨转中雨10到17度 拉萨小雨转情7到19度 成都中雨转大雨13到19度 重庆祥雨18到22度 贵阳镇雨13到18度 昆明多云转情17到28度 太原音7到22度 石家庄情12到23度 济南情11到22度 郑州多云转音13到21度 河飞音转多云13到23度 南京多云转音11到21度 上海多云12到20度 武汉音14到22度 长沙小雨转多云16到20度 南昌音16到22度 杭州多云13到23度 福州音17到23度 台北小雨转中雨20到23度 南宁小雨20到23度 海口雷震雨25到32度 广州大雨转雷震雨19到23度 香港雷震雨转大雨21到25度 澳门雷震雨转大雨21到25度 北京起入10到25度 快乐 花儿踏起的阵躁 最美是它的舞蹈 要让第一时间盛开 让全世界的微笑 第一时间 有新鲜见面 一点是山下左右 和你心的中间 第一时间 有新鲜见面 第一天是东西南北 和未来的生活